中共十八大前夕军方高层人士不断调整 日前大陆前副总参谋长马晓天接任空军司令员 广州军区政委张阳上将接任总政治部主任 有消息说两人在十八大后将笃定进入中央军委 而原本被看好的总后勤部政委解放军上将刘源 和第二炮兵政委张海洋因为战错队 受到薄熙来一案牵连 无缘进入中央军委 10月25号 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 中国军队四总部领导调整完毕文章 内容表示 从中国国防部网站显示的 中央军委总部领导的变化情况看 刘源上将未能获得提拔 刘源是外界认为同已经倒台的中共官员薄熙来 关系非常密切的两位上将之一 文章同时还表示 中国军队四总部领导的调整情况 表明高层就新一届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人员构成达成一致 时事评论员刘明表示 在中共的官场上能不能升迁 关键要看他们的人际关系 也就是是否站队正确 他说中共的官场非常残酷 一次站错队就会毁了自己一生的官运 很有可能是受到了薄熙来政变的牵连 因为有消息称他们二人参与到薄熙来的政变中 而他们在薄熙来事件以后没有明确高调表态支持胡锦涛 虽然后来他们二人勉强过关 但胡锦涛和习近平处于谨慎 仍然对他们二者不放心 不愿意给自己留下一点隐患 还是要提拔自己的心腹 在薄熙来案发后 曾经传出 刘源因涉及博案 被解除军职 甚至被捕 不过随着刘源的露面 并当选十八大代表 外界曾一度认为 博案不会株连军中人士 还有消息透露 刘源这次能够安全过关 是因为得到了习近平的利保 习近平与刘源都是红二代 习近平曾在2012年写的字述中声称 自己和刘源不谋而合 都要求走跟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据说两人死较深厚 习近平是刘源为自己在军中的班底人马 有意提拔刘源在十八大后进入中央军委 今年三月 薄熙来倒台之后 各地所谓大员争先检视自身立场 站边表态 几乎成为政治必休克 军队几度发出要效忠胡锦涛的声音 4月6号 解放军报 再次发表评论员文章 不为刘源所获坚决听从党中央指挥 而与博友瓜葛的军中太子党也纷纷重新站队 向胡锦涛表中心 张海洋却选择死挺薄熙来 迟迟不表态 第二炮兵在人民日报发表拥护中央处理博的文章 发文者并非二炮政委张海洋 而是二炮政治部主任殷芳龙 但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君涛 却有不同的认识 我觉得也不能说完全他们就会出局 因为最后习近平还是有一个机会 观念还是要看他们和习近平关系怎么样 虽然这次就是博士来事件 他可能暂时受到影响 据了解 目前解放军四个总部和海军 空军二炮司令人选已经敲定 其中北京军区司令房峰辉上将 升任总参谋长 成为第一位直升总长的北京军区司令 不但打破惯例 也显示他受重用的程度 现在从放出来的名单看 提拔的将领都是胡锦涛的亲信 心腹 像房峰辉 张扬 提拔的这些人都是在薄熙来事件以后 对胡锦涛表示效忠的 这说明胡锦涛现在已经完全控制了军队 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提拔将领 时事评论家文昭表示 薄熙来的政变阴谋能不能被拿上台面 还有待观察 不过当局能不能和薄熙来进行切割也很重要 这之后 那今天是正在另一粒